擦脸眼睛看神剧 大家好我是小Q 今天我们瞅瞅这个玉皇大帝在人间被欺负的奇葩神剧 天机之天地传说 如果有一天身为仙界之主的你准备下凡瞅瞅 结果被一个县太爷教训了你内心是啥感觉呢 这个玉帝显得没事准备下凡转悠转悠 没想到被一个县太爷给教训了 还被妖怪给欺负了 这到底是为啥呢 我们一起往下看 过去刚开始啊 这玉帝刚上位 当时仲仙称他为天地 这回也可天而过生日呢 以前人有说有笑的聊挺嗨 天地喊人也没人搭理他 这天地还能忍 大喊 撤 众人一瞅这价值不对啊 赶紧跑过来 天地就说了 这一过生日就吃攀桃 喝一酒 这跳舞 老那几个老门 这你们一个个就不能来点新花样吗 这一顿骂啊 把众人一个个给对蒙圈了 随后呢说到啊 自己想下凡转悠转悠 这天地没法逮了 那众人不愿意了 你这一下去天地不得乱套了吗 这天地一听就恼火了 我走了出事就不知道咋整了是吧 那要你们一个个有个球用啊 刚要接着骂 有人大喊 王母娘娘驾到 这可把玉地给吓坏了 王母娘娘蹦的出来 对我就说了啊 你今天过程是我也不怼你了 让你任性有意 但你要答应三个条件就放你下去 第一 你下凡不能再法术下去 免得人间乱套 天地赶忙答应 这第二 一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人间一个月之后你得回来 刚要说第三个 被仲仙打断了 反正拦着就着不上去 隔转身一瞅啊 天地已经溜了 王母来气了 让二男神下界去找 二男神说 那你把三戒石给我 不然我下不去啊 这王母突然一惊 才想到三戒石被天地给偷了 这玩意没了也下不了烦呢 而另一头的人间 一群小妖精在这挖镇魔碑 准备把妖地放走 这个妹子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喊加油 这刚挖得起劲 天上呲溜一下 穿上了个球吧 众人吓得赶紧撒的就跑了 这个球又刚好落到了这个镇魔碑上 随后变成个人来 一瞅是咱们的天地 天地看见旁边有几个人 上去打招呼 看人家爱理不理的自己就走了 刚走两步腿还满了 把鞋对面的三个女妖精给看蒙圈了 这么一会儿 镇魔碑封印千年的妖地蹦得出来了 在众人的膜拜之下 踏着平衡圈加个三摩特效 一路溜达里去 天地自打到了人间 那是天天被一大群妹子追 原来啊 这货给人家月老神像化妆 这可引起了单身大妈的极力反抗 把她给告到官府去了 这仙台爷看她理智气壮的问她是个什么人物 这天地就开始嘚瑟了 说到啊 我乃三姐这种人称天地 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玉皇大帝 这仙台爷看她人模人样的扯起 我的嘴皮子挺溜啊 就派人给她关起来了 让她去打扫了神像庙 见识一下啥是玉皇大帝 由于天地法力被封 来到这个神像殿 有期撒不出吃着香蕉的争一地 里面则是月老土地几个小仙隔着扫着 天地进去后看着正对着神像问 这货谁啊 突然就说了这个是您哪 这可把天地给气坏了 我长得玉树临风 这神像咋长这么丑 这样给态度 随后月老就说了 天地啊 这人间最近不太平了 妖精溜得可情快了 您法力封印别在这赚意赶紧上去吧 这天地一想 我在这妖精还敢来吗 要出去抓她 可刚出门就看着水灵的大妹的迎面走来 这把天地看着小心脏扑腾扑腾的 妹子进去之后开始对着月老开始许愿说 要求一个老相好 这愿还没许完 天地就插话说 啊 替月老答应了 这妹子以为这哥们精神病 扭头就走 天地下来一把抓着她 出门指着天说自己是上面的天地 人家姑娘压根不信 要回家做饭 这天地面子挂不住 我就这么跟着她 路上问她叫个啥 女孩说自己叫千千让她别跟着了 可天地 就是不愿意 另一头的土地几人啊 担心天地别被妖剑抓了 可奈何自己法力太弱 准备找隔壁山头的小青小白 两条千年巨蟒帮忙 到了晚上 千千则跟这个妖帝闹着了 原来啊 她也是个小妖精 她将此时说了一遍 妖帝一把碎唇了 一听就是到天地没骗的 但不知她来的目的 便准备了毒酒 让千千给她喝了 到时候就能一桶三戒 走上人生巅峰 而此时的天地呢 已经喝大头了 迷迷糊糊的把三戒石给她说 先用这个第九千 这一切恰好被妖帝变得大神 瞅得一千二楚 随后自己盗起了毒酒给干了 妖帝没想到意外得到了三戒石 这下个乐坏了 她将施法释放妖精的妖精 为自己所用 可这时啊 这个县太爷来查人办案 这妖帝就不愿意 你个小罗罗跑太罪爷上洞土啊 想出手灭了她 可就在此时 小青小白蹦的出来了 把县太爷给这蒙圈了 二人也不废话 超级家伙就看看 妖帝法力尚未恢复 不愿纠缠 趁机开溜 第二天这个天地郁满了 这妖帝咋突然出来了 也没人给她接受封印啊 随后让小青小白起来 让县太爷接着跪啊 这一下县太爷可算知道 这人真是天地了 天地准备去天正班救兵 可突然想起来 这个三戒石貌似给牵牵了啊 这一下才反应过来 自己压的被耍了啊 这小白健壮准备让小青 保护他自己先去探探情况 可万万没想到 天地抱着人家大腿说 姐姐法力高强 还是你保护我吧 另一头的妖帝 想趁月圆之夜开启妖界大门 他知道 蛇妖必定会找他们 准备半路拦截 小青和县太爷在路途中 果不其然 遇到了妖帝阻拦 妖帝就说了 咱们都是妖 你何必为个神仙卖命呢 跟着我多好啊 那小青肯定是不愿意啊 妖帝则趁机控制了县太爷 小青也受到了众人阻拦 没想到啊 这群小妖撒下了硫磺粉 这一下把小青给惹怒了 老娘不发威 你不把我当个人物了哈 只言他身上长满了鳞片 眼睛布满 轻光怒视众人 变成了一条白米城的巨蟒 这可把这群坏人给瞎蒙圈了 小青准备先对着妖帝进攻 没想到对方有法力给他击伤 无奈之下 只有先行离开 小白插去到小青出事后 准备前去寻找 路上二人遇到了县太爷 插去对方可能被妖帝附身 天帝则看到了千千 他逃出银子 准备换回三届石 那旁边的小妖就不愿意了 妖帝趁机击杀二人 可却被县太爷的人性控制 小白是个好妖 不想杀掉县太爷本体 选择另想办法 回去后 天帝瞒夜对方 为啥不趁机杀死妖帝呢 这小青一听就怒了 我们二人为了保护你 已经尽力了 不要仗着你是先 就对着我们抄着啊 天帝一看这二人嘚瑟过头了 一怒之下 要自己去杀了妖帝 一路抱怨的天帝指着天就开马 把上头神也整得是一愣一愣的 留在一夜的天帝呢 在小说里人里转悠 突然遇到了天帝 天帝以为对方要抓她 可看这个样子貌似又不是 便独自离开了 可没想到啊 另一个女妖 趁机跳出准备杀了天帝 天帝则用力反抗 逃出匕首要杀了她 可此时 天帝突然冲出来 挡住了攻击 接着拔起匕首 把另一个妖精给杀了 这把天帝可给整蒙圈了 看着死去的天帝 她内心隐隐作痛 她跑到神像庙前 对着自己的神像 跪下忏悔 眼前罗罗被消灭之后 刚嘚瑟们一会儿 妖帝又蹦得出来了 众人准备进攻 妖帝能容着他们嘚瑟们 一挥手把他们给灭了 这天帝小皮 现在立马就上来了 扫把一扔握着拳头准备开干 可被对方一掌击飞 就在此时呢 小白小青幻化成本体前来相救 两条巨膜的纠缠 让妖帝左手右手 一个慢动作的晃悠着 最终二人不敌妖帝 被纷纷打伤 他们的空中 变成两把宝剑 落入天帝手中 没想到仍进不了身 还被对方一掌击退 眼看着圆月之夜快到了 妖帝准备利用三届石 召唤关押的妖界 天帝堵住门口 阻止妖怪进入 导演你眼儿整个特效不行 整个木头人喊着妖精呢 另一边躲藏的乡亲 在求玉帝保佑 妖帝则开始万活所业的嘚瑟 吸收了部分灵力之后 一声怒吼 他变成了原本的模样 正准备灭了天帝 随时只见屋内金光四起 神仙的灵力照到了天帝体内 随后剧组给他换了身衣发 洗了把脸 变成个小仙咒 这么妖帝可以整怕了 能恢复法力的天帝 还能灌着他们 开始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他把千千等人的死 全部发现在对方身上 最终一个大招 给他整得灰飞烟灭 事后啊 这个天帝也回到了天庭 他封小青小白为神仙 县太爷封这个温曲星 随后王母羊羊又蹦的出来了 还把千千给带回来 这把天帝要激动坏了 从此二人过上了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总体来说 场景呈现的也较为必然 人物角色也长得不错 可就是这个天帝 没了法力咋那么窝呢 关于细节咱也不说啥了 喜欢的可以抽抽圆片 乐呵玩 那如果你是玉帝 你下凡会干些啥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小Q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奇葩电影 可以在下方评论 喜欢记得点击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